心是平静的 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知识 天台式教义 现在是讲到藏教的最后一段 证文是在第二十一 第二十一 就是前面说到藏教的菩萨 以这个三大欧生期节 修六度万恒 那么再加一百节 中三十相八十种好之音 那么然后说六度满相 就最后一身补处 那么自现八相成刀 就是成佛了 上次就讲到这个藏教的菩萨 成就佛果的这个情况 那么就是在第二十月的第二行 那么成佛以后啊 说法 转法轮 就是说法 那么这就是前文所说的 这个 说法度生 果满愿税的第三段 说法度生 那么 那么佛要说法 也是要经过 有人来发心劝情啊 才说 表示对法的尊重 所以中文里面说 受方忘情 三转法轮 度三根性 这三句 就是说法度生 上次就讲到这里 现在简单的再说明一下 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寿下成佛之后 以释迦牟尼佛为例 在菩提寿下 那么当时 有大凡天王 来请佛 转法轮 说法 请转法轮 就是请佛说法 转法轮 就是说法 那么为什么说法 要叫做法轮 轮 有两种意义 就是好像这个车轮 它能够运转 远远的车轮 它可以运转 它可以运转 例如现在各种车子 这个车轮是圆形的 圆形的在地面上的这个路 滚动 可以转动 可以往前推进 所以叫做运转意 轮有运转的意义 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轮呢 有催 它这个轮往前转动 走的时候 路上如果有任何东西 碰到车轮 一压 就压吹了 压坏了 所以有这个推散意 就是好像这个轮子 往这个地面上的路 一转一压 会把这个路上 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压坏 那么这就是比方 由佛法 佛说法 把这个法转到众生心中 使众生心中的所有的烦恼 都把它打碎 都遭到破坏 使众生能够断烦恼 有这个意义 所以这个运转 就是把法转到众生心中 推散 就是众生心中的烦恼 让它消除 破坏 所以这个轮有这两种意义 那么因此啊 佛说法 就叫做转法轮 那么当时 向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寿下 成佛之后 接受大凡天王的请求 为他 为众生说法 那么既然答应了 这个大凡天王的要求了 那么因此 佛就观察世间当时的根性 哪一个人应当首先得到佛的教法而得度 那么后来发现吴比丘 应当要先得度了 那么因此就到波罗奈国 佛陆耶院三转四地十二行法轮 所以叫做三转法轮 三转 就是佛当时为吴比丘 说这个四地法的时候 分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叫做四向转 给他说明这个苦极灭道 这个道理 例如说苦地 死是苦 逼迫性 苦是逼迫众生的身心 使身心痛苦 所以苦是逼迫性 极地 死是极 招感性 极地 就是众生心里的烦恼种子 跟烦恼种子身体现行之后 造业 就是烦恼根业 都是属于极地 苦 果报 就是属于苦地 所以极地是因 就是招感意 招极意 极地 就是心里的烦恼种子 跟身体现行造业的 那个功用 烦恼业 就是能招感将来的苦果 所以极地是招感意 此事灭 可证性 就跟他说这个灭地 灭盘呢 可以求证的 如果把极地烦恼断掉了 就可以证到灭盘 就是断烦恼 就可以证灭盘 所以灭地是可证性 那么对于这个道地 此事道 可修性 对吴比丘说 这个道地 三十七道平等 是可以修的 因为你要证到灭地 灭盘 不修 这个三十七道平 是没有办法证果的 所以这是初世间的因果 灭地是果 道地是因 因此这叫做四项转 开始他四地的项转 苦是逼迫性 急是招感性 灭是可证性 道是可修性 这就是第一转 初转法轮 第一转就是说这个苦 急灭道 四地的意义 这个叫做四项转 那么第二叫做劝修转 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得学习修营了 所以就跟他说 此事苦 你应知 应当要知道这个苦 是很难说的 无量就来轮回生死 现在要想办法 把它去掉这个苦国 不能再造阴 那么对于这个急地 此事急 可断性 此事可以把它断掉的 你应断 急地的烦恼 业 是要把它断掉的 所以急地就对他说 可 可以断除的 此事可 你应断 那么灭地 此事灭 此事灭 你应证 此事道 你应修 灭地 涅槃 你应当要求证 证到灭地涅槃 而道地 是要修行 你应当修道地 才能够证到涅槃 所以对他说 此事灭 你应证 此事道 你应修 这就是第二 劝修转 三转法轮的第二 劝修转 劝吴比丘 你要这样子修行 苦 你应当要知道 急 你应当要断掉 灭 你应当要求证 道 你应当要修行 这是第二 劝修转 第三 做证转 佛 佛对吴比 就说发 自己 以自己为力 证明 说你照我刚才说的方法 去做的话 会跟我一样 都能成就这个果的 所以啊 拿自己为证 因此 就对吴比 就说 此事苦 我已 我已知 不服 更知 他说 这个苦地 我彻底明白了 我完全明白 而且我已经 不必再受苦了 那么 第二 就跟他说 这个疾地 此事疾 烦恼业 我已经断掉了 我已断 不服 更断 我的烦恼种子 统统断得清楚了 我一点烦恼都没了 我已经断除了 那么这是我的经验 我亲身经验 我是个过来人 知道这个烦恼种子 是可以断掉的 那么烦恼种子 断掉了 苦地 也就没了 没有这个烦恼之因 当然就不会接这个苦国了 那么所以说 此事苦 我已经知道了 不必再知道了 此事急 我已经断掉了 不必再断了 那么第三 此事灭 我已震 这个灭地涅槃 我已经彻底震到了 不必再更真了 我已经清震到了 此事到我已修 这个道地 我已经修成就了 我是过来人了 这个道地 我已经走完这个路线 现在震到就近涅槃了 这个叫做第三 做正转 佛以自己亲身正道的境界来证明 说你看 我已经得到了 我就是依这个四地法去修行 我已经成就 你要跟我一样的学习 所以这是第三 做正转 这个叫做三转法轮 本来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 现在这里是 等于是重讲一遍 说一个大概 他说法的时候 度三圣根性 所以叫做度三根性 三使得三圣 就是生文圆觉菩萨 生文圆觉菩萨 三种根性的众生 佛度一一加一度化 使他成就 所以转法轮 说法的时候 就度这个三圣根性 那么这就是第三 那么说法度生 下面两行文字 就是第四段 圆境入灭 度化众生的因缘 已经经了 就要入涅槃了 也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例 所以说 证文里面写着 祝世八十年 献老比丘相 心境火灭 入无疑涅槃者 即三藏火果也 这就是圆境入灭 国满怨岁的第四段 度众生的因缘 已经经了 就要入涅槃 入灭 祝世八十年 这不是每一尊佛都一样 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例 释迦牟尼佛 身在这个五诸娥寺 在当时人数八十 一百岁的时候了 那么他祝世只有八十年 那么就是 十九岁出家 三十岁成佛 成佛以后 说法四十九年 到了八十岁的 二月十五 这是中国北传佛教的说法 说是在八十岁那一年 二月十五 在印度的 巨士拿城附近的 一个撒罗双寿下 入波涅槃 撒罗就是坚固 那么这个寿有两颗 合并为一个 叫做双寿 佛在这个寿底下 这个 又邪 遇恶 那么 入波涅槃 那么这个 这个藏教的佛呀 就是现在这个 藏六 比丘相 跟普通一般的 出家人相同 只是他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以普通一般的 比丘相同 到了八十岁入涅槃 八十岁就老了 所以叫做老比丘 八十岁的老比丘 他入灭的时候 现这个老比丘相 那么心净火灭 这是比方 心 财心 烧火 烧锅的这个财心 用这个财心来比佛 比这个应生佛 心净 就是应生佛 度化众生的因缘 已经尽了 好像这个火才烧完了 这个火才烧尽 烧完了 火就要灭掉了 火就要灭掉了 心净火灭 就是比方 应生佛 入涅槃 那么好像 这个财心烧完了 木料 已经被火烧光了 烧完了 那么最后就 火也灭掉了 这个火灭 比作度生的因缘净 那么佛 也是 跟这个生文的入涅槃情况一样 灰身灭治 灰身明治 就是这个 到了入灭之后啊 治也不去 不去空用了 会归法身离体了 所以叫做心净火灭 简单说 可度的众生 已经度尽 那么还没有 得度的众生 已经给他留下 得度的因缘 所以佛 到了八十岁 入涅槃 佛遗教经里面 说的很清楚 他说 应当得度的 佛在世的时候 在这个五十年的时间当中 应当接受佛的教化 而应生佛的度的 已经得度了 最后 在入涅槃的时候 度这个须巴陀罗 是佛最后的一位弟子 出家弟子 那么他跟佛出家之后 当下就先 正欧罗汉国之后 就入涅槃 佛还没入灭 他就先入灭了 那么这是一个 最后的弟子 那么然后佛入灭以后 那么他的教化 流传后世 后世的众生 如果当时音缘还没成熟 要在佛的正法向法 乃至末法之中 得度的 那么佛的 这个圣教 流传在人间 能够接受到佛法的 由此也可以种下善根 那么立根的 因缘生的 由此也可以得到写托 纵然是根性盾 或者是因缘前 那么也种下善根 留着将来得度的因缘 所以佛对这个弥勒菩萨 受祭的时候 弥勒菩萨现在是一身补助 将来他要来这个世间降生 实现成佛呀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那么到那个时候啊 按照这个弥勒三经里面的说法 弥勒菩萨成佛之后 他所度的众生 差不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向法 到了末法 这一段时间 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没有到当下得到写托 没有了生死 那么还在轮转的众生 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之后啊 统统就在三会 所谓龙华三会 在那个时候统统得度 那么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最起码就是单寿三规 那么少少的学到一点佛法 种下善根 将来都在龙华会上啊 能够得度 所以佛宝战里面说 龙华三会愿相逢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在佛的向法末法时间 修学佛法的 如果当生没有了托 没有断烦恼了生死 那么将来到了弥勒佛 那个时候 在龙华三会的时候 就能得度了 如果你没有念佛 往生到其他的佛世界 那么最后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之后 应当都能得度 所以叫做 这个心境火灭之后啊 教法 留到后来 动画这些 向法末法的 这个 缘比较浅的众生 我们这些 通通都是属于这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勒三经啊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说 我们有缘 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从而业障众当身没有写脱 但是将来 龙华三会还是有份的 不过不要等太久了 假如你发心的话 念佛求生 这个基督世界 心境阿弥陀佛 可能要比龙华三会更快 那么如果你没有达成这个目的 将来也在龙华三会得度的 所以啊 佛 替众生 想得非常的周到 那么这就是所谓心境入灭 入无疑涅槃 无疑就没有圣语了 按照生文的教法 身体还在世间 而震到涅槃的国地呢 那叫做有疑涅槃 例如阿罗汉 那么像摄利弗 穆建连等 他们震到阿罗汉国 但是没有入涅槃之前 都叫做有疑涅槃 那叫做 指弗已断 果福有存 指弗就是烦恼种子 烦恼种子的禅服啊 已经断掉了 就是心里的见识祸 这个种子已经断掉 不必再受这个见识祸的苦恼了 但是呢 他这个身体的果报啊 这个果报上还存在 果福有存 这果报上的禅服还存在住 那就叫做有疑涅槃 等到入涅槃了 所谓心境果灭 入涅槃了 那么点 这个身体也灰身灭之了 那就叫做入无疑涅槃 释迦牟尼佛在撒罗双售下入涅槃 情况也是一样 灰身灭之 由之入无疑涅槃 则语注词 那么下面接一句说 这就是三藏教的佛国 即三藏佛国 即我们讲土话 白话就是旧事 这就是三藏教的佛国 从因治国 那么他的修行结尾 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么下面有两行多的文字 就是总结上文 总结上面的所有的文像 那么前文所 一直这个科幻年代下来的 要到这里 要回到前面 对照起来 才会清楚 前面把这个藏教 分三科 第一是标明 第二别师 第三总结 那么第二别师当中分两段 第一是世教法 第二明行位 说明这个修行结尾当中 有分三段 第一是东标 第二别师 到这里为止 就是别师的三圣根心 身文彼自佛 菩萨 修行的结尾 就到这里说完了 到第三藏佛国 到这里为止 就是菩萨的结尾 说到这里说完了 已经成佛了 那么这就是明行位的第二别师 说完 下面有两行多不到三行的 这个正文 就是明行位的第三段 这个科判 假如你没有把前面的科判都带来的话 你现在没有办法查对了 假如没有带来 你回去对对也可以 先把这个笔记写起来 就是 藏教的别师 藏教第二科的别师 别师有两段 第一是教法 第二是明行位 现在这里是讲到明行位的第二段别师讲完了 这第三 总结 前面的科判呢 写着总结 那么现在我讲到这里 又讲到这个总结啊 会跟前面藏教的总结的名称又会相同了 因为藏教的三段 第三也是总结 而这个别师的第二 明行位的第三段也叫做总结 就得有一点这个混饶不清啊 因此我想把这个总结啊 明行位的第三段的总结 要稍微改一改 可以改作解释 开始的事 可以改作解释 但是如果改作解释嘛 前面也有些地方叫做解释的 那么这段文也可以叫做解会 解会 解会 解会通的会 也可以叫做解会 为什么 这是会通前面三圣更性的人 同样断货正真的情况 会归三圣相同的这个境界 那么所有的断货正相同 也可以叫做解会 但是解会又会跟这个法华的会三归一分烂 解会也不大通 最后我觉得这一颗印当叫做结同 结同 相同的同 因为正文里面有这么一个童子 连组有个童子 所以啊 这个明行位的第三的总结 正确的 科派 应当叫做结同 结同 那么前面的这个用总结 会混乱到这个总大科 结是会混乱到后边的小科 前面的小科 结会会跟这个法华会三归一分烂 因此 明行位的第三的总结 应当改做结同 结同 要研究的人 要研究这个科派呢 这就要注意啊 这一科把它改做结同 自己改 要你科派没有带来 回去查出来 这个明行位的第三科的总结 要改做结同 为什么改做结同呢 看正文 看着正文 上来所示 三人修行正国 虽则不同 然 同断见思 同出三见 同正偏真 执行三白游行 入化成儿 这就是结同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科派应当叫做结同的原因啊 就是 这一段文里面有三个同 先消文 上来所示 总结上文 总结上文 上来所解释的三人修行 三人啊 三圣人 三人就是声文 圆觉 菩萨 这三圣人 三圣根性的人 无论是声文根性 圆觉根性 菩萨根性 这三圣根性的人呢 他的修行 他的正国 在前文所说的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虽着不同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例如 声文的几国 最高的国位 是欧罗汉 第四国 欧罗汉 彼自佛的国位 最高的国位 是彼自佛 是圆觉 独觉 彼自佛 那么菩萨最高的国位 佛国 成佛了 这是所谓不同 声文的国地 是欧罗汉 圆觉 独觉的国地 是彼自佛 菩萨的国位 是佛国 这是不同啊 三个人的名目不同 欧罗汉 彼自佛 佛 三个人的 这个结果的名目不同 可是他的断或正正相同 断或正正相同 所以下面连续有三个童子 三个童子就说明 这三个人所正果的 大致相同 所以然 是转与词 他们这三 三圣根性的人 同样是断剑思佛 所以叫做同断剑思 声文人正欧罗汉国 也是断剑思佛 剑获八十八十 私获八十一平 到了欧罗汉国 都断掉了 这个叫做断正实 正实已经断尽 欧罗汉也是如此 彼自佛也是断正实的 剑获八十八十 私获八十一平 不过他不立分国 同样是断剑思获 少少有点不同的 就是对于习气 少少的又去掉一点点 所以去掉一部分的习气 这是彼自佛 但是断正实是相同的 断剑思佛的正实相同 成佛 菩萨成佛 这个藏教的结尾啊 他虽然是成佛了 也只是断剑思获的正实 跟把习气断掉 只是习气断的比较圆满一点 但是论断正实是相同的 欧罗汉也是断剑思获 彼自佛也是断剑思获 究竟佛国也是断剑思获 所以同断剑思 这三个人同样都是断剑思获 这是第一个同 第二 同出三界 他们这三个人呢 同样都超出三界 欧罗汉 他剑思获断了 就超出三界 不必在三界里面轮回生死了 欧罗汉也超出三界 彼自佛当然也是超出三界 那么藏教的究竟佛国 也是超出三界 因为断掉剑思获 都要超出三界的 所以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要留祸润生 只是扶住烦恼种子 扶祸流祸润生 祸的种子流住 那么来在三界内受生 做这个修行自立 他的修六度万恨的事业 所以最后在菩提寿下成佛的时候啊 顿时断掉剑思获 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就是 藏教的佛国也是一样的 值断剑思获 不过去掉一部分习气 断剑思是相同的 所以同断剑思 同出三界 他们同样断剑思获就要超出三界 所以藏教佛国入灭之后啊 他不谈再来 因为这个站在了 藏教的立场 认为入涅盘了 就是灰身明知了 不再来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同出三界的情况 也是相同 这是第二个童 那么第一个童断货童 第二个童超出童 同样超出三界 第三个童啊 童正偏正涅盘 这个叫做正礼童 所正之礼啊 彼此相同 嗯 欧罗汉也是正道偏正涅盘之礼 啊 彼此佛也是正道偏正涅盘之礼 就是究竟的藏教佛国 他也是见空而已了 也是正道偏正的空的一边 嗯 他因为 在这个三界内的菩萨成佛 他只讲空偏正 就是真地礼 真属二地 不讲三地的 所谓偏真啊 偏以真地之一边 所谓真地就是空 啊 明空 显示只正道空里而已啊 还没有显示这个不空的道理 还没有到不空 只是空而已 偏以真地的空里之一边 嗯 是三线共成的 这个偏以真地的空里之一边 所以叫做偏真 啊 不是真属原庸 啊 既然不是真属原庸啊 所以他是偏以真地之一边呢 因此 天台家就称他叫做偏真涅盘 偏以真地之一边的涅盘 这叫做偏真涅盘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这是第三 正礼相同 彼此所正之礼啊 也是相同的 同样正偏真之礼 嗯 那么既然正礼相同 按照法法经的化成玉平 法法经第三卷 有化成玉平 嗯 比方 佛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呢 嗯 说有阿罗汉彼此佛 这些果位 真真涅盘的果位 叫做行三百游行 走了三百游行 就是说要到保守去取保啊 要走五百游行 可是这些人呢 他走到三百游行 跟他累了 累了吃不消了 不能再走了 他想要回头回去了 嗯 不愿意走 那么因此这个岛斯啊 就在三百游行的地方变化一个这个大城 嗯 里面有很多人很多房舍 很多很多这个可以受用的东西 那么就跟这个想要退转的人说 嗯 你们不要往回跑啊 这里有地方休息了 嗯 前面有个城 嗯 就岛斯所变化的城啊 让他们休息 嗯 那么这些三上根性的人 到了这个地 呃 这个化成里面 三百游行的地方的化成 入城去休息 休息 等到这个体力恢复了 可以往前走了 睡醒起来了 那么岛斯就更 跟他们说了 呃 就把这个化成灭掉 呃 就跟他们说 呃 你们啊 呃 现在精神恢复了 可以往前走了 刚才你休息的地方啊 那是我变化的 是个化成 不是真的 啊 我们还在往前走 那么前面再走两百游行呢 就到保守了 就有保可取了 所以把化成灭掉啊 再往前走 走五百游行 才到保守 所以这个三百游行的地方 就是化成 这个意思就是说 声闻更性 圆觉更性 乃至藏教的佛国 他的正理啊 呃 偏真涅槃 就是三百游行 就是到化成 在化成里面休息而已 直到化成休息 呃 还没有到就近保守 所以这里所说的 欧罗汉彼之佛 是不是就近的阶位 就是三藏佛国呀 也还不是就近的佛国 必定要到后边 通别原三教 到了原教的佛国呀 才算就近 呃 现在只是按照藏教的根性来说 呃 到这里菩萨成佛呢 是最高的境界 我们六道凡夫 所能体会到了 也知道这里为止 只能体会到这里 呃 再往下 后边的三教啊 那慢慢都是 往深一层的理论去研究了 我们顶多只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呃 要真实做到 那必定要后边三教的根性 才能够 假如你是藏教的根性 呃 是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因此之故 就是藏教的佛国 也是三百由旬 还不是就近 呃 那么这个不就近的原因啊 后边三教里面 慢慢会说明 呃 假如你对这个道理 还不想明白 暂时保留 呃 最起码有一个需要保留 就是说 佛 呃 藏教的佛国呀 呃 你会觉得这个藏教的佛国 为什么还不就近啊 呃 那么跟后边的佛国有什么差别呀 就讲到后边三教就会知道 这一点假如你还不懂的话就要保留了 那么注意听到后边三教 后边三教的佛国呀 那你慢慢就会明白 那你慢慢就会明白 呃 当然原教的佛国呢 就是彻底的了 那就是五百由旬了 就近保守了 呃 明行为的第三 明行为的第三 结童 本来叫做总结 现在把它改作结童 啊 走三百由旬 到这里为止 啊 后边还有一句话 略明 从藏教进 这是藏教的总结 虽然只有一句 可是它是一个口判 啊 这就是祥识 法法里面的第一 藏教有三科 第一标明 第二别师 第三 总结 这一句就是总结了 这一句就是 详识法法下面的 藏教的第三段 总结 藏教第三科的总结 就是这一句 略明 藏教经 略 是简略 简略说明 藏教的 道理 嗯 它的教法 它的修行结尾 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就是 这是总结藏教 啊 那么 这一句 不必解释 就是总结尚文 总结尚文 到这里为止 藏教说完了 啊 这个法法四教里面 有藏教 通教 别教 原教 啊 藏通别原四教 到这里为止 藏教说完 其次 再往下呀 就要讲这个通教 说明通教了 啊 啊 讲这个通教啊 呃 也有科判 啊 通教的科判呢 在黑板上写的 啊 黑板上写的 就是通教的科判 啊 那么 关于这个通教 先把这个科判呢 看清楚 先把科判看好啊 通教一样的 通教一样的 也是分三科 嗯 藏教三科是标明 别是 总结 实际上这里也是一样 通教也是一样 啊 不过把这个字啊 写的简单一点 啊 通教的三科 第一就是标 第二 是 第三 结 标 是 结 分这三科 标 标出通教的名目 是 解释通教的法义跟行为 结 总结通教的 这一段文 也是最后的依据 啊 那么 这里就对照正文了 来加以说明 通教的第一科 标 就是头一句话 啊 列明藏教竟其次 有一句 自明通教者 这一句就是标 这一句就是标 自明通教者 这就是标 啊 通前藏教以下 就是是 就是解释 啊 解释有四段 现在先解释这个通教的名目 啊 是 藏教之次 第一的藏教说完了 其次就要说通教 啊 其次要说到通教 什么叫做通教呢 这个通教的教理呀 它是显示因缘极空的道理 啊 这是越理讲 啊 我们对照通 前面的藏教来说呀 前面的藏教是三界内的四项 所以四的理论 这里的通教啊 是三界内的理 越理讲 啊 都是讲无三的空理 显示这个空的道理 所以这个通教 是说明因缘极空的道理 什么叫做因缘极空啊 中论里面有一首巨诵说 因缘所生乏 我说 即是空 啊 一名无一假名 一名中道义 天台中 四教 通教藏通缘缘 就是根据这首巨诵建立的 因缘所生乏 就是藏教 藏教竟是讲因缘生的道理 就是讲因缘生 通教显空 显示这个缘生无性 无性就是空 所以我说即是空 就是通教 通教就是 按照这个 供波儿显示三圣的空理 同样显示这个空的道理 所以因缘空 藏教 只讲因缘生 因缘灭 是缘 就是我 这个因缘所生法的第一句 通教就是 我说即是空的这一句 后边的别缘二教 一名为假名 这是别教 一名中道义 那是原教 所以天台家 藏通别人 私教的法法呀 就是根据这首寄送 建立起来的 您把这个目标抓紧啊 不要忘掉这个目标 后边的道理 才能够了解 前面藏教都是讲的 因缘生法 所以他都是四项 容易明白 现在是讲极空 显示因缘极空 这个道理又比较深了 这是显因缘极空的道理 那么论四地 他也讲四地 可是这里讲的是无生四地 前面讲过四种四地啊 藏教是生灭四地 这里通教是讲无生四地 无生四地 苦极灭道四地都显示 他的这个理 无生四地 无生就是真理 显示这个无生是真理理 这是属于大圣出门 大圣佛法的出门 就是大圣的开步 所以这个通教啊 是正化菩萨 庞化二圣 这句话要记好啊 这个是大纲 这个大纲没有提到啊 你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全部的教义 前面上教是正化二圣 庞化菩萨 现在这个通教刚刚相反 正化菩萨 庞化二圣 所以大圣佛法经里面说 欲得生文圣者当学菩萨 欲得圆觉圣者当学菩萨 欲得菩萨圣者当学菩萨 三圣根性同秉这个菩萨 就是共菩萨 建第一地 所以叫做通 通则同也 三圣同兵 所以叫做通 因此叫做通教 就是标 标出通教的名目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啊 然后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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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短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增福寿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佛教智慧故事 杀门救母 娘 娘 娘 母亲啊 你离开二十多年了 真想见见你 不知你现在可好 是在天道 地狱 还是转身为人了呢 母亲 母亲 阿热 母亲 阿热 二十五年了 今日总算得以相见 母亲何以落得如此地薄 一言难尽啊 母亲 我们去那边找水喝 嗯 嗯 没用 娘喝不到啊 母亲 我背你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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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连水都喝不到 难道你跺到恶鬼道了 阿然 你有所不知 娘前世回人时 有一年大旱 郑虎达 谁来敲门 慈悲的施主 能请您给我一点水喝吗 我自己都还没水喝呢 一口也不行 我还一滴呢 一滴也行 一滴也没有 去去去 到别的地方去呀 太阳这么毒 再站一会儿 我都要晕过去了 可有化解之法 有 清木心快讲 你只要用瓶子 盛满干净的水 水中插上一只羊柳 用你休息的功德力加持 再把这羊柳瓶中的水 供养给众笔丘引用即可 不 akkor 这样 还是isa 啊 eb 第十 太阳 了 你 可以 那 你 我是 百 儿啊 我好饿 母亲 你慢点吃 我的嘴果到底有多重 竟然要遭受这样的报应 母亲啊 您在世为人 常与不懂礼法的人往来 愚昧不明视力 生性吝啬 谈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 郡主 快 趁热吃 今天娘可减大便宜了 你看 这山芋多大 不知道哪个粗心的乱丢 让娘减了便宜 娘 你不要总是贪图这些小猎 你这小孩子懂什么啊 又不是偷来的 娘 我去看看 你 谁啊 画园呢 画园 画什么园 你还不快走 我宁愿把饭菜倒掉 也不过给你们这些骗吃骗喝不做事的和尚吃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你不给就对了 那些和尚就只会念经 可不是啊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给儿子做饭了 娘 你以后尽量远离那些愚昧的人吧 多亲近那些贤夺之人 猜都几本书就教训起娘来了 难道你还要把大饼给那老和尚吃吗 不排饿嘛 罚你一天不去吃饭 的确是这样 我没有智慧 现在才得到了这种恶报 痛苦难言 儿啊 救救我吧 母亲现在得到这样的恶果 维尔丹要怎样才能帮你解脱呢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便可救我 珍重 把卖首饰所得 全部用来准备饮食 水果 以母亲的名字 供养 众笔求僧 儿啊 你代替我供养尊重的功德 已经让我解脱恶鬼道了 我已经可以享用水和食物了 如此甚好 阿弥陀佛 感谢诸佛菩萨慈悲救护 让我母亲离苦得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若能以饮食 卧剧 医药等供养十方森重 借此十方森重 清净共修之力 以及功德回向之力 能够使供养者 往昔七世父母 六亲眷属 皆得远离三恶道 现世父母 及供养者本人 长寿无病 昼夜吉祥 衣食自然俱足 身心安乐 封税的原来吉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